来了,您的面 您的男人 猪脚片 二万一 刚刚大家所看到的片段 来自于电视剧《狂飙》 这是去年在中国最火的一部电视剧了 它拍摄的地方在江门 刚好江门这个城市离我的城市不远 电视剧火了以后 这个拍摄地也跟着火了 很多人去那边旅游打卡 今天我就想带大家去那边逛一逛看一看 大家经过一个小时的车程 我来到了江门 第一印象就是江门有好多古色古香的建筑 建筑都比较旧 这边的路都比较窄 斑马县没有红绿灯 抬头一看就是古老的建筑 都是好多年前盖的房子了 现在还有人住 下面的是商户 因为路比较窄 开进来的车比较多 所以这边经常堵车 看这些古老的建筑 好像穿越回到了七八十年代的感觉 整条街的房子都是这种古老的建筑 有好多年历史的了 那边有一个小阳台 好别致好可爱的一个小阳台 那边挂的东西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是晒干了的柚子皮 看得出来是柚子皮吗 这个就是电视剧里面的角色 他做了这样的一个人行李牌 放在这 吸引顾客进去吃饭 那我已经来到了电视剧狂飙的拍摄地 很多人来这边旅游打卡 因为电视剧里面的人物 吃了一碗这样的猪脚面 所以这边的很多餐厅都开始做这个猪脚面 很多人也来这边吃猪脚面 吃主角吃过的那碗猪脚面 对面有一个很可爱的雪糕车 这个建筑风格也太特别了吧 以前盖的房子阳台是这么小的 只能够占一两个人 好特别的建筑风格 那边也有一个小阳台 这里虽然是旅游景点 但是呢街道还是很干净的 这条街的名字叫打铁街 这里有很多电视剧的海报 你可以让老板在扇子上给你写字 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我来的这一天是星期一 人不是很多 节假日那是相当的多人 很多人都是看了那部电视剧 过来打卡的 这边也有卖一些当地的特产 到处都是黄标电视剧的人行礼台 还有海报 这边的窗太好看了吧 还有很有抑郁风情 这里有一个不方便的地方 就是路很窄 然后两边又停了车 中间可以走的路非常窄 但是车又很多 我也来到达卡点了 这边的小路是通巴达 你看看到游客了吧 那条阶梯就是著名的打卡点 然后旁边有一个越南咖啡店 人突然就多了起来了 人突然就多了起来了 这里是电视剧的拍摄地 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景点 但同时又有很多居民居住在这里 这里是居民区 这里的发廊都是那种比较老式的发廊 我们也去打个卡吧 你看这些就是排队拍照的人 排队打卡的人 朝鲜族打糕 这里居然有卖朝鲜族的打糕 真没想到 先榨成汁 15块钱一杯 朝鲜族打糕 江门狂标打卡现场 挂了一块这么大的猪脚 你看多少人来打卡 多少人来拍照 就是为了那部电视剧 电视剧的主角 就是在这个店吃了一碗猪脚面 这个就是电视剧里面的剧照 海报 看到好多人吃猪脚面 我也想吃 但是呢 我一般不会在景区里面吃 因为大家都知道 景点的食物可能会让人失望 所以我打算找一个比较普通的小店吃 我希望能找到一碗好吃的猪脚面 这边呢 是卖茶叶的地方 各种各样的茶叶都能在这里找得到 这里有很多老店 还有一个市场 很多本地人也会到这边来买菜 特别喜欢逛那种老店 我们以前用的扇子就是这种的 没想到在这里看到这种扇子 那边有的老奶奶在做扇子 手工做出来的 杂货店 什么都有的卖的店 我小朋友最喜欢的玩具店 这里也有很多文具店 这边的路要是开车进来 就真的很难走 你看路就这么窄 有那么多人 有那么多车 这边可以定制扇子 大概是20块钱一把 你可以让老板在上面写 你想要他写的字 哇 这颗仙人掌 这么高 还有一只小猫咪趴在门口睡觉呢 我找到了一家很老的书店 它的名字叫收获书店 店名用的还是繁体字 上面挂着衣服 证明还有人在那边住 哦 这个字体好特别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以前 那个结婚证 1961年10月29号 女生18岁 男生23岁 这个就是以前的结婚证 上面那个也是 这是真的吧 这个是1959年的 哇 我天哪 我现在才知道以前的结婚证 长这个样子 好有历史感的书店 没有人 这里写着 40年老店 80年代创 1980年代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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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自便 这个意思就是 要是你想拍照 你自己拍 随便拍 但是呢 如果你想买书 购书请按零 这里有个零 如果你想买书的话 就按这个零 老板就会过来 那我们现在参观一下 上面掉的那个盆很搞笑 中间写了一个讲 该不会是 以前 要是你就好 是讲 你就讲这个盆吧 真有可能 哦 那张画好好看哦 喜欢这样一些 有年代感的东西 有历史感的东西 这是明信片 明国时候的服装 就是这个样子 这边的书都很破旧了 哇 这些都是多少年前的书了 哇 这真的是一个宝藏书店 这是很久以前的纸币 这个是好久以前的纸币了 一分两分五分 还有一张美元 这个是 哦 这是秘鲁的钱 哇 秘鲁的纸币也有 我真的太喜欢这个书店了 以前的书就是这样的 这些都是历史呀 哇 震撼 好特别呀 这个书店 这是多久以前的书呀 1976年的书 1976年 差不多50年前的书了 哦 What's that 一些字画 好特别的书店 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么旧的书店 这个书店真的是宝藏呀 是一个大宝藏 哇 这些都是历史 1950年的 土地执照 以前的土地执照 长这个样子 还保存得这么好 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一个大大的宝藏 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那种时代的变迁 哦 原来以前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名称有意思 清朝 BB凳 BB就是小孩子的意思 广东人叫BB BB 就是小孩子的意思 清朝 这个凳子是清朝的 给小孩子 做的凳子 还有西方的一些画作 这里也有 哇 天哪 都是宝贝 这些有关历史的东西 都是宝贝 以前的一些文学作品 这里也没有人看店 他也不怕你偷东西 你就随便逛 随便拍 然后你想买东西 就按那个0 叫老板下来就好了 看这个盆 特别有以前时代的那种风格 以前时代的风格就是这样的 这个是以前的粮票 以前还没有纸币的时候 就是用这样的粮票去兑换粮食 长这个样子 大家看 这个东西是特别有意思的 这是用木做的 一看就是特别有年代感的 韩宅 但是我不确定它是不是真的 这里写 清代读书人为考取公民 早晚供奉之用 就是以前古代 你想要当官 想要在朝廷 就是现在的政府工作的话 就是需要考试 那考试就特别的难 如果你考试考了前三年 你就能当官 所以很多读书人 就是为了准备考试 他们想要当官 然后这个就是供奉 就希望神灵来保留他们 哇 太特别了 清代的时候 也确实很有历史的痕迹了 这是以前的一些画作 以前时代的画作 就是这个风格的 歌颂郎洞 歌颂奉献 太有意思了 这里真的是什么书都有 既有很久以前的书 又有现在小孩子看的漫画书 这个是电视剧 这个是我那个年代的卡通漫画 也即将成为历史了 小时候也喜欢看这个漫画 以前的字典就是长这样的 这个是我小学用过的字典 以前电脑网络 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 我们要是有不会的字 都是查字典 怎么查字典 也成为考试的一部分 考试要考 这些都将成为历史了 时代走得太快了呀 这个是1980年的 中国地理书 那个时候的售价才是0.31元 以前的地理书就是这样的 黑白的 不是彩色的 但尽管这样啊 这个人学习还是比较认真 哇 天哪 做了密密麻麻的笔记 这个人的字也很漂亮 很有自己的风格 这是1974 1975年的英语书 以前就是这样学英语的 在那个书店淘了一本这样的相册 是去北京旅游的一些照片 这个人拍的照片还是很漂亮的 每张照片的旁边都有这样的注释 我在想 为什么那个人会把自己的相册拿出来卖 明明是这么珍贵的记忆 我是一个很喜欢拍照的人 所以我就买下了这本相册 手机快没电了 租一个充电宝 每个小时三块钱 扫这个二维码给钱 然后就拿到了 充电宝 我来到了一家面店 这家面店是网友推荐的 它的招牌美食是猪手 还有牛腩 云吞 肠粉 这些 它在居民楼的下面 这种就是比较老式的居民楼了 我要去那家面店吃我的猪脚面 可以 这些 还是 你 你 你 有 我 哇一看就好吃 这个面一看就好吃 猪脚 太喜欢这样的房子了 以前的房子就是这样的 以前的门也是这样的 那种是比较古老 比较传统的门 这是吃烤肉的地方 也这么好看 太美了 这个色彩真的好好看 这图案 我现在在一家咖啡厅里 在咖啡厅的二楼 喝着一杯九块九的柠檬茶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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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